今天继续来看一下有关的绘画管理 那一般绘画管理里面的重点 我刚刚有提过就是说有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些暂时存放的资料 你要该存放在哪里 那一般你可以存放在所谓的隐藏栏里面 但是隐藏栏有个缺点就是隐藏栏 它里面的资料如果使用者 用者会看HTML的原始码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会放在里面 那这样用者就知道你暂存的东西是什么 什么内容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放Cookie 或者是你可以放Section 那放Cookie的话Cookie是Client端的 Client端的暂存的一些资料你可以放Cookie 不过Cookie有个缺点就是说你放Client端 如果Client端本身不支援Cookie的话 那你这个资料也有办法充分 另外的话你要去设定说Cookie的 它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期限 那这个期限部分的话 如果最多可以设定到7天 或者甚至更多 你要设定一个时间 那存放这段时间之内的话 这个Cookie都是有效的 那你们应该常常在有一些像论坛 比如论坛它会登录的时候 它底下会跟你问说 你到底你都不一定要儲存 你这个登录的资料 你这个登录的资料 要儲存多久 那基本上它儲存多久 有什么一天 有一个小时 一天 或者是三天 一个月的 应该最常遇到 像Mobile01 那个网站 论坛里面就有个功能 那你登录之后 它会把你的 儲存时间 就存在哪里 就存在你的 階段 階段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Section Section的话呢 是存在Server端的 那存在Server端 当然有Server端的好处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那什么叫会话管理 这地方的话 主要就是说 每一次请求 对制服务器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反客请求 那请求的部分的话 就是Request 我们会把一些需求提到Server 那每一次请求时 主动告知制服器 多次请求的这个 这个必要的资讯 那这个资讯部分的话 我们应该 要把它存在哪里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至少会有三个地方 可以存存 三个地方 当然甚至你可以放在 Server端的那个 database里面 或者Server端的 比如说一个test file 也是有嘛 方法很多 那就看你 这个资讯要停留的是 要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安全性的话 就比较简单 那如果有安全性的话 你是不是要存在哪 存在Server端会比较安全 另外的话 资料量大小 那如果小量资料的话 其实你就会放在section里面 或者是放在test file 一个档案 或者 如果大量资料的话 当然就要放在database里面 大概是这样子 那首先的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隐藏栏位 那什么叫隐藏栏位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有个重点 就是说 在这边 我们在html里面 有一个叫input type input type 前面我们用好几种 type方式 比如说里面有 就是tester tester tester的话 指什么 一个文字方块 然后一个上面 一个按钮 那如果说 你这个地方 这个 它的input type 叫做hidden 那hidden的话 指的就是说 隐藏栏位 那这个隐藏栏位 代表什么意思呢 表单里面 如果有input type 应该会秀出来 可是呢 这地方隐藏栏位 在表单 在画面上面 是完全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 这个资料 这个是可以暂时 储存一些 小量资料 有点类似像 一个变数 不过变数 是放在memory 记忆体里面 可是呢 我们在网页储存的时候 没有memory 可以放的时候 那你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隐藏栏位里面 那名称给它 另外的话 给它一个value 所以这个格式的话 就是它一样 那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有个问卷 上一页的问卷结果 下一页的问卷结果 那因为 我们有好几个 好几个问卷的结果 那要存在哪个地方呢 我刚刚讲过 那这里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 存存的位置 是在那个隐藏栏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这边有一个 我们等一下会 看到的这个 这个程式部分 那简单跟各位讲一下 我想这流程 先来跑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先把这一个 sample 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隐藏栏位的sample 那这个sample 那这个sample里面的话 首先 也是一样 等一下各位先建一个 新的 这个dynamic的位 就是动态的网站 一个专案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 里面建一个index的首页 好了 那首页一进来之后的话呢 就大概类似像这样 就是问答 然后呢 会有资料 可以儲存 那我先show一下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这个index 一进来之后呢 会有什么东西呢 一进来之后呢 OK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sample 比如说里面的话 一个问卷 那问卷的话 里面也开始作答 这个开始 首页一进来 就开始作答 按下去之后的话 那这边就有问题一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 问题一的话 我的答案是AAA 然后呢 问题二的答案是BBB OK 按下一页 那你会发现 问题一问题二的 这个资料 要暂时放哪里呢 这个问题一问题二的资料 其实你可以把它 发隐藏栏位里面 那我要怎么样 暂时把它发隐藏 栏位里面呢 比如说问题三的答案 是CCC 那最后我按完成之后 我要希望呢 把这三题的 有没有 我不是有答了AABBC 答案呢 要把它图存起来 那如果当我没有 Database 其实用Database 也麻烦啦 如果说你用隐藏栏位 非常简单 因为完全不需要 写什么样的层次 基本上 就可以把资料 储存起来 因为合了而不 而且这个资料 有没有安全 你没有太大安全性的考栏 的话 你就可以用隐藏栏位的方式 那当我按完成之后 比较特点 就是说 我可以把资料 储存在所谓的隐藏栏 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 把资料 储存在隐藏栏 那首先的话 我们当然第一个 第一个首页里面的话 一进来就是一个Body 那里面非常简单 就是连接到哪里呢 连接到这个我们一个 一个View 这个是一个View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Question的一个问题的一个View 那这个View的部分的话 我们用超连接的方式 我想这个 这个标签应该没有问题 超连接 然后连接到一个View 那这个View的话 基本上 等一下各位可以建一个 建一个ServerLeter 那ServerLeter的View的名称 View的名称就是这一个 这边我给它一个叫做 这个Question 那这个Net Nav 就或者你给它取立到Question 也可以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打开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这地方 我们可以对应的 也是这个View 也就是说 这个EDEX 只是做一个超连接 连接到这个View 所以你的View的名称 特别是要对应到 再来的话 相关的程式码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 当然前面 我们做蛮多的 这个上面的部分 应该不用再讲 我们Request的部分 就是我们接收到的 把Encoding的部分 设为UDF8 这没有问题 然后Response 输出的部分的话呢 设定也是UDF8 对应到 然后呢 建立一个Out的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 就要输出 那上面是Body部分 Body的开头 一直到Cade 这个我想也没有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的是 从这边开始 我们会从那个 我们会取得一个 这个 这个 取得我们Request里面 会有一个Page 的一个 画面上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部分的话 我们名称就Page 然后传过来的话呢 这个Train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是因为 因为我这边只有一个Page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的意思 还是呼叫哪页 还是呼叫自己 那呼叫自己的时候呢 到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Pause的方式 把自己按下一页 又呼叫自己 只是说我有传什么呢 传参数给自己 那传参数给自己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的话 建一个Fone 就是说呢 传给自己的时候呢 那自己本身呢 又建一个Fone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Fone Fone呼叫自己 就对了 那这个Fone的话 是可以改变的 特别注意 这个方式其实在 这个动态网页里面 做的还蛮多的 所以各位第一个 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会个Page的参数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Mentor是Pause Action的话 你会发现Action的话 还是用给自己 这个是什么 这是自己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View的名称 也是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判断一下 因为我们总共会有 三 就是说三页 然后有 有两个页面 所以呢 这地方的话呢 第一次如果Page Page等于No 也就是什么呢 第一次因为 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说当我刚刚 这地方 执行的 这个地方 第一次就是 连接过来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呢 这个按下 开始作答的时候 第一次连过来 因为一定是什么 No No Page里面一定是No 所以No 那里面的话呢 那就会 出现的是什么 问题 有没有 然后问题 Input Type Summit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Page 值得是什么 值得就是 按钮上面的那个文字 所以呢 其实根据 就是按钮上面的文字 丢回来之后 再来判断 所以呢 这地方 Value 如果是这个地方 会是下一页 所以也就是 第一次出现的话 主要是这三行 有没有 如果是No 那这三行 基本上对应到 就是这样 问题 一个Test Box 有没有 问题 一个Test Box 然后一个Summit 所以是第一次进来 对不对 那第二次进来 又不一样了 如果呢 里面已经不是No 而是什么 而是下页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 Als移植 如果说呢 我们的Page里面 等于下页 表示说当我按下下页 之后的话 是不是要按下下页 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呢 把资料 给 存起来 那要存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就是重点 就是要存在隐藏栏位 所以在下一页之后 会传过来 有两个 因为我要做档 我那边不是有做档 所以做档 比如说AAA 然后呢 BB 对不对 然后按下下一页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判断 下一页 那下一页之后的话呢 我就会把资料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 会get到 因为我这边呢 会有丢两个参数 就是我刚刚AABB 你会放在哪里呢 P1 Q1 P1 Q2 对不对 那这地方的话 会不会接收到 接收到之后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办呢 放在train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产生问题三 只要一个input 就是一个 出入的input box 那只是说 底下要多两个东西 这两个就是关键点 就是什么 隐藏栏位 那这两个隐藏栏位呢 你会觉得 老师那有隐藏栏位 可是为什么在画面上看不到呢 如果看得到的话 就比较隐藏栏位 所以基本上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 它是有东西的 只是说呢 这东西呢 是看不到的 那你想说 那老师怎么去看呢 基本上呢 如果说呢 有那个 有没有 网页上面 一定都有什么 view viewsources 对不对 viewsources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其实 使用者就可以从这边看到 这一个页面里面的东西 那基本上 这个里面的东西 就会一步两栏 那如果 这个地方可能就有安全性的 因为按右键 viewsources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 虽然是input type 一个问题 对 可是你会看到这边 有两个隐藏栏位 有两个什么呢 有两个隐藏栏位 而且 vayview是什么呢 AA dvb 都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 传过来的东西 会暂时放在哪里呢 暂时放在隐藏栏位里面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再把CCC打上去 按下完成之后 那按下完成之后的话 因为有隐藏栏位 所以呢 我可以按下隐藏栏位 就是把这三个怎么样速度 因为刚刚已经有隐藏栏位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我原来的栏位 所以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就会执行哪一个呢 LC 如果按完成 我有个按下完成的按下去之后的话 那因为隐藏栏位本身呢 也可以传过来 传递到下一个配置 所以呢 传递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这三个怎么样呢 我就可以把它秀出来 所以上面隐藏栏位的资料 第一个参数传过来 第二个参数传过来 第三个参数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的把它秀出来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是用隐藏栏位的方式来做 那其实各位可以把这一个sample 改写一下 甚至可以把它改复答案 比如让人家做什么 线上测验 线上测验之后呢 那比如说你有答案 一二就是由单选一或负选一 然后呢 你也可以会有个答案 就是会稍微的答案 就是你要去比对 它前的资料 跟 它前的答案跟最后的答案一样 所以你可以给它一个分析 其实在那个 以前的那个考试上面 认证考试上面 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 像这样的一个题目 所以这一题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 如果建立隐藏栏位 储存 暂时存放资料 那你会发现一层一层一层 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副教制 看起来好像很多页 基本上其实只有一个page而已 OK 这题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首先的话建立一个 你可以给它一个叫 名称的话 取一个叫 Hydent Field 这个名称 一个当然名称叫 Hydent Field 就是隐藏栏位 然后里面的话主要会有两个页面 第一个页面就是index index 比较简单 就是连结 我没有一个超连结 连结到这个开始做档 不然这个Hydent Field 比较简单一点点 就是这第一个page 反正你将来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它 按下开始做档 那你前面开头可以什么 某某问卷 或者某某线上测验之类的 甚至你们可以把某某线给各位 上课的题目档 题目档部分也可以拿来 改成一个线上测验 因为我不是给各位一张就实题 对不对 那实题其实你可以也可以改 甚至你可以答 答了之后 你可以把答案 就是说再提做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把那个网络秀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我这个画面 基本上在我简报里面 你们有简报吗 如果没有简报的话 等一下我再把那个 再给我那个 水晶椅在折给各位好了 那这边的话 那这边的话 这边试试看 那里面基本上 不会太 不会太太太困难 其实基本上 上面这些东西都固定的 然后 底下 只有底下这个地方 透过Page Page 其实就是我们的按钮 透过按钮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哪一页 那如果你要写的复杂的话 要把else 一直往下 去看 里面的东西 这个可以一直往下接 有一点 你看 你可以 你 你 你 的